大家好 繼續收看我們的直播環節 有事想問可以打給我們 又或者是給電郵我們 嘉賓是郭Sir 和我們聊天 阿Sir 你好 你好 先聽一下電話 第一位是劉先生 是 你好 劉先生 是 等下黃黃三 好 這些股份是怎樣的 未買 想看甚麼價錢 入5.9元 86.5元 現在跌了3% 86元是一年暫時的低位 今天最低見過85.9元 技術上來說是一個假跌穿 算是真的跌穿 但傳統藍醜這一分鐘 真是未是市場的焦點 我想說一些傳統的基金 到底會不會在今年第一季 對傳統藍醜作出一個明顯的吸納 這是很關鍵的 如果他們的焦點 一樣好像三戶一樣 放在一些中資類的股份上 老實說 主要成份股 最多是反反覆覆 或者有波覆沒有勝覆 而往往一定要看基本因素 其實國際油價跌至50元一美元 即是它的Husky Oil油沙項目 暫時來說是沒有太大容利貢獻 但不要緊 它的電訊業務 港口業務 零售 酒店 基建 都處於一個增長之中 而且亦提供到一個比較正面的現金流 所以基本因素股方面 其實和往不差 但整個大市的焦點 不在主要成份股上 你有甚麼辦法 不要抱著短炒的心態 老實說 如果你說中線的話 現在這個價格都已經低了 因為113元跌下來 已經跌了23元 我覺得已經可以買了 問題就是和往是大價股 最低限度也要買1000股 如果你拿著10萬元要買1000元 都不知道怎樣去分注買 反過來如果你說 我要買幾千股 是有個分注計劃的話 那就反覆沒甚麼問題 不過就不要買得太甜 例如86、87元 你買1000的話 千萬不要跌1、2元 立即買到第二千 因為你不知道股價的反覆 幅度會有多少 情願讓它回頭 上去的時間才會再加注 現在這一分鐘 如果有興趣 作一個中線部署 現在要買第一柱 要買第一柱和往 這個價錢 我覺得已經可以作一個中線部署 OK 有沒有其他要補充? 劉先生 沒有 多謝你的電話 謝謝 各位家庭觀眾 陳小姐 請問三部署 可以 816 中間核電 未有貨 所以我建議 這個價錢 應該是甚麼 就是買入 看中間 好 不好意思 電話比較細小 我們先說 116 中間核電 好嗎 應該聽到 未有貨 現在就超過百分之二 報三個小個 怎樣報到你的股份 上市到現在 一直都是3個2號 7到3號 6號之間 上上落落 是屬於有波幅 而沒有升幅 問題就是 如果你說 現在這一刻 買作一個短線的 技術上的操作 初步的目標 是3.552指 這是一個星期來的高位 如果突破了 望回高上去 3.6到3.66 其實上市到現在為止 最高都是3.66 我想暫時 不提供一個止蝕位 不過如果硬定真的要止蝕 3.27 因為上市之後 到現在這分鐘 最低是3.27 跌穿了 在技術上來說 應該就止蝕了 但如果你看好 核電的前景 始終它在經營11間核電 或者未來國家 都會在沿河一帶 再度發展核電方面 因為核電是最環保的 只不過安全要求高很多 如果你說有中線的部署 你買下去 暫時來說我沒有意見 只不過股價 升是升不多 跌是跌不多 當然最終一定是走一頭 要是升破3.66 否則一定是跌穿3.27 無論怎樣牛肥 始終會跌穿一頭 以現在這分鐘 暫時來說就沒有太大的方向感 就算跌穿3.27 再向下走 我不覺得會跌太多 這很老實說 相反來說 如果有機會突破3.66 的話 中期 不是短炒 是中期來說 是有機會走一頭比較高 那麼多 事實上來說 我覺得 都以核電來說 它是最尊嚴 而且是最大的那間 如果不介意步伐比較慢 那麼多的話 有中線的心態 現在這分鐘已經可以買 不過老實說 股價升三個仙 你又不用開心 跌兩個仙也不需要煩 那就行 如果你說用來做短炒 可能一波幅還是比較小 好 好 第二隻股份想問是甚麼 請教一下那隻68-18光大銀行 這隻股票未有貨 想問一下 因為我看見它跟A股跌量比較大 如果當是中線持有 應該甚麼價位買入 好 6-18光大銀行 A股方面做4.3元人民幣 暫時A股跌2% 港股 H股方面 跌2.7% 4.3.5港元 短期來說 氣候好像有少少回暖 但始終A股升得比較多 高台有點反覆 由2.6.8到3元 到3多元錢一路爬上來 其實升了是不少的 期間來說有很多機會 讓大家買便宜貨 如果錯失了 似乎比較可惜 不過不要緊 幸好以現在來說 5倍多的市盈率 接近5厘的股息 股值一點都不貴 而且息率相對比較吸引 不過在我的推介裏 我始終到現在為止 要推介 都是中行、公行、建行 這三隻各有銀行為主 但你問到光大銀行 如果有一個中線的心態 我沒有太多意見 不過 由兩個多人錢 到現在這分鐘 低價上升了50% 所以兩手準備 萬一高台有少少反覆 有少少回落 很可能 冒進後 要稍微坐一坐都不頂 短期來說 暫時的阻力 是4個5號二指 這個也是升浪的高位 技術上來說 4個1號6和4個1號1的防守性 是比較重要的 如果純粹是短炒的 你要聽清楚 一個月的低位是4個1號1 一旦跌穿了 老老實實 你是短炒的 你就要認輸 當然 你中線持有 就沒有什麼問題 好 第三隻 第三隻 第三隻隻是2、3、1、8 中國平安 沒有貨在手 因為我看到升了很多 我想問 後低如果是什麼價位 可以再入目標去中線 OK 其實58、59、60元 在這個節目裡 都曾經多次推介買平保 當然沒有買到的 去到近期的高位84.4 低價上來已經升了40-50% 有少少超快 有什麼奇怪 一個星期的低位是78.3 暫時80元 坐在水平 就要看看大市 到底有沒有機會恆心一點 因為恆生指數 現在這一刻跌穿了50天平均移動線 正太屬於反覆育市低位的格局 作為恆指盛股 很難獨善其身 不過如果你說 不要緊 我中線持有 即使是這樣 我都建議你分住 千萬不要那麼急進 短期來說 由於累積的升幅已經比較大 所以現在這一分鐘 正在處於一個 升後正常的消化和整固之中 第一個支持是78.3 不跌穿的話 繼續在高台整固 如果跌穿了 會有深一點調整 不過 你說可不可以做一個中線部署 我就沒有意見 但用來做短炒的話 有時候在陰光式的下跌當中 其實你今天買硬性 明天薄去升 明天不升 後日又不升 難道大後日又走嗎 所以我覺得 要炒一些短線 都是找一些中性價的比較好些 起碼轉身比較快 但幾十元一股是大價股 有時候轉身的彎度會比較高 而且不容易 無論如何都好 要分住買都沒有問題 不過千萬不要那麼急進 因為A股正在處於一個高台的升後整固之中 而港股技術上亦都呈現了 連跌兩日不單止 恒指亦都跌穿了一條50均平均移動線 我不估計大市會大跌 但你反覆不前 拿著手貨 你的心態如果期望明天升後日升的話 你會有很大壓力 但如果你中線部署 你就不需要你短期的反覆 分住慢慢買 問題應該不大 好 就很詳盡 謝謝郭帥的精彩分析 和當然陳小姐的電話支持 我們節目時間差不多 五個時候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 就會是大行報告的直播環節 和大家看看大行的評級和目標價 千萬不要走開 有事想問 繼續打給我們 稍後再談